強的冷空氣從禮拜五早上開始 從西伯利亞逐漸的南下 也就是要放假的前一天的晚上 你就會感覺到開始 碰吹來冷嗖嗖了 因為最主要呢 就在於冷氣開始下來了 禮拜五的晚上 北部地區的低溫掉到13度 接著呢 更強的冷空氣就在 連續假期的第一天開始進入 週六、週日 這兩天的溫度狀況寒冷 尤其在整個中部以北夜晚的溫度 目前的側報資料大約在11度 那高壓 那主高壓在往南低個一兩個尾度的話 我們就會降到10度的低溫 所以呢 這個溫度形態來說呢 是非常的寒冷 所有中時新聞網的朋友 大家好 來到戴老師說天氣的時間 現在這時候就要告訴你最新的 什麼228連續四天假期的天氣啦 在今天有沒有感覺到 溫度狀況明顯的偏冷 因為最主要啊 在這個禮拜 我們有兩波的冷空氣下來 第一波就在週二了 在2月21號啊 這一波的冷氣團的下來啊 使得在中部以北夜晚的溫度 13度 你有沒有感覺到外面真的有點冷 真的有點冷 不過不打緊 因為第二波的強度 會比第一波更強 所以要提醒大家 特別注意的就在第二波了 因為第二波的時候呢 你可能不在辦公室 你不在教室 你在哪裡 你也不在家裡 你在外面爬爬燥了 所以呢 穿著方面可要特別的注意 現在這個時候冷氣團的強度呢 在週三的時候呢 會開始在白天減弱一點點 禮拜四的時候再減弱 不過呢 禮拜四的減弱呢 你會感覺到晚上的溫度 明顯的上升 溫度會回到一個 感覺只有一點涼的感覺 開始了 不要被騙了啊 因為呢 最重要禮拜五開始 強的冷空氣 從禮拜五早上開始 從西伯利亞逐漸的南下 晚上的北部地區的低溫 在週五的晚上 也就是要放假的前一天的晚上 你就會感覺到 開始風吹來冷嗖嗖了 因為最主要呢 就在於 冷氣團開始下來了 禮拜五的晚上 北部地區的低溫 掉到13度 就跟星期三晚上的感覺 是一樣的 接著呢 更強的冷空氣 就在連續假期的 第一天開始進入 而這一波的冷空氣呢 目前看起來 應該是在強烈大陸冷氣團 不過如果 主高壓的位置 緯度再低一點點的話 那就有可能 接近到寒流的程度喔 所以要提醒大家 特別注意的是 在這個四天 連續假期的前兩天 週六 週日 這兩天的溫度狀況寒冷 尤其在整個中部以北 夜晚的溫度 目前的測報資料 大約在11度 那高壓 主高壓在往南 低個一兩個尾度的話 我們就會降到10度的低溫 所以呢 這個溫度形態來說呢 是非常的寒冷 尤其在海邊的城鎮來說 大概溫度都在10度一線 所以呢 要特別注意的就是 前兩天的假期 你開始出門要爬爬罩 往北走穿着 一定要注意到保暖 往南走的話呢 溫度一樣見 為什麼 因為北部的溫度降到了11度 中部地區也只有12度啊 南部地區呢 也只剩下14度 所以呢 整體整個溫度的降幅來說 在禮拜六的這一天 是非常的明顯 第二個要注意的 有些朋友可能騎著機車 我決定要從南到北 四天來環島 不好意思啊 海邊的震風非常的大 有多大呢 目前看來禮拜五的震風 開始增強到9到10級 禮拜六的話呢 震風可以到11級的強震風哦 所以你如果在海邊騎車 你要小心啊 側風很強啊 禮拜天的時候呢 強冷空氣的下來 風開始小一點 溫度還是寒冷 我們的寒冷有兩天的時間 周六周日 低溫都在11度 甚至接近到10度的低溫 而到了禮拜一的白天 也就是第三天的假期 氣溫的部分開始要上升了 那到了禮拜二 二八的最後一天假期的時候 溫度上升的幅度相對的就會比較明顯一些 不過到了二二八最後那天假期 因為風向吹東風的關係 所以反而會使得東半部地區 早晚會有一點點的地形的短暫降雨狀況出現 所以呢天氣狀況來說 如果你現在心裡面已經開始想了 四天的假期要怎麼走的話 那你要有所準備 因為就是一個字 冷 不過如果要到高山露營的話呢 我建議你防寒的裝備都要準備哦 那如果要到了3000公尺以上高山 你要去等雪 別等了啦不會下了 只有結冰跟結霜 那海邊釣魚的話風浪非常大哦 都在大浪哦 尤其強東北風在禮拜六下來的時候 甚至北部海面的浪會達到接近 大浪到巨浪 所以呢你有乘風破浪的感覺 但是呢 真的還是建議你不要去 要不然你回來以後 鼻子上面掛兩條 鼻涕就很痛苦了 要痛苦好幾天 因為真的又濕又冷的感覺 會在禮拜六的時候 風浪大的時候非常的明顯 提醒所有中時新聞網友的朋友 早晚天氣了穿著要保暖海邊風 騎身要注意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戴老師 跟你拜拜